大家好,我是山学忠 欢迎大家继续来学习 尘世太极权,精药十八十 今天我们将学习 严守公权 严守公权的名称 分为两种 第一种就是严守公权的公式 孤二弹性 第二种还要称之为叫严守红权 就是红色的 那么太极权 有时候在积极的要求当中 提醒出来要出手见红 所以叫严守公权也是正确 我们接上一试 上三股 严守公权 双手相合 右手是顺缠 两臂交叉 左手在上 右手在下 然后伸 向左转 重心移至左腿 双手变逆 向右侧 向右侧 展开 再变逝肠 重心移至右腿 右手变拳 收于右胸前 再变逝肠 重心移至右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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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由脚跟身 行于腿 主宰人腰 以腰围轴 顺于肩 行于臂 立大全力 右拳 向右前方 发力激出 发力激出的同时 左手向后拉 脚后跟的立 重心快速 移到状态 在发力的这一瞬间 要求是松活颤抖 好 我再做一下这种方向 上翻步 两手相处 逆船打开 重心 移至左腿 顺传 重心移至右腿 发力 顺传 晨识太极全的发力 我曾经在文明大致发的 古兵将文章 是晨识太极全的发力很好 那么我把 太极全的发力 第一种 第一种叫弹抖 就是你在续筋的时候 放松下疼 发力的一瞬间 如火星烧热皮肤 突然一经冷谈完熟 这也叫弹抖 第二种叫穿透 发力 发力的时候 意念全柱胸膛 力头肌 要穿透 第三种叫经浪 顺激的时候意念自身被封布 在发力的一瞬间 将封布全柱胸膛 要穿透 第四种意念 叫刹车力 那么 就由武快速行驶汽车 撞到物体之上 刹入车 但是物体被撞圈 这种刹车力 就可以了 你在打拳的时候 可以连续地放松 连续地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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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种病 我们称之为合力 就是续心的时候 终身相处 发力的一瞬间 转腰 扣膝 扣膀 终身还是能合住的力 所以 大家在练习 承治台语言的发力的时候 让我掌握这几点 好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我们赞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 感谢观看